很多藝人經營副業 不是開餐廳手搖引 就是服飾業 但這位大咖藝人不一樣 開頭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惠銘 歡迎來到我的小站 其實開這個店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因為第一個我沒有做過生意 然後你就會覺得 面臨生意上很多的學習 我覺得這很有趣 因為熱愛騎車熱愛重機 陳惠銘曾經一個月環島14次 而且是說走就走當天來回 許多人印象中的鬼王陳惠銘 儼然變成了一名瀟灑騎士 在他的重機不品店中 除了有帥氣的護目鏡 獨家款式的安全帽 坐墊 甚至還有為了重機而設計的防燙褲 而最特別的就是這一個 幾乎每一台重機上 都能看到的小畫室 這個東西叫驅魔鈴 但它的造型 大概是全世界唯一的中式造型 這個驅魔鈴是美國的一個 這個都會傳說 只要騎車的人 開車的人呢 互相會贈送一個禮物 因為傳說這個驅魔鈴的聲音 在路上會引來 公路天使 他會當你的守護神 不只是驅魔鈴自己設計 店裡架上的所有服飾 也都是出自於陳惠銘之手 這個很清楚了吧 大家每天騎在某個車上 都一定會在這個方塊裡面 等著被人家撞的 全世界唯一獨一無二的 中華民國才有的 戴狀區 戴狀區 不必會調侃國家交通法規 但陳惠銘還是呼籲大家要守交通規則 現在他對於自己開店做生意的方式很滿意 最開心的就是每天有許多車友 熟人會來店裡喝咖啡聊天 在這疫情延燒的時期 這種簡單的相聚就是幸福 非常歡迎大家有空都可以到店裡跟他偶遇喔 開頭條台北獨家報導